OK,大家好,我们接着上期课的代码 那么上期课讲到我们前面的Edit事件已经是实现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值塞到这个Fragment里面的ListView里面 OK,大家想象一下 你要把这个值塞给这个Fragment里面的ListView 其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规范 我们自己就会有两种思路 第一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第一个思路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拿到了值以后呢 我只要能取得这一块区域里面这个ListView这个空间 然后进而把这个值塞给它 我就能做这件事情 注意,我现在这种思路的做法是说 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取得这一块区域里面的空间 这是有办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通过GateActivity就拿到了你这个Fragment所附着的Activity 然后你现在这一块Fragment是受这个Activity的管辖的 那OK,你想一下,这个很自然的我就可以取到这个ListView 甚至其他空间 你先获得它,对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GateActivity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什么 GateFragmentManager 然后再FindFragmentByD,R.ID 你要取得谁呢?你现在是不是要控制这一块Fragment吗?对吧 那你这个CVS现在是不是已经拿到了这块区域 对吧?拿到它,你要拿里面的一个ListView 你先去GateView 然后再通过FindViewByID 这个是可以去获得的 然后你取得这个ListView以后 下面剩下代码你就接着去操作 我们知道ListView控制里面的那个值 那一定是它的数据源 你要去对它的那个上面去绑定那个数据源操作 好,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一种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值我获得了以后 我不在这儿去取 我把这个值先丢给Activity 在Activity里面来做这些事情 就不写在这儿 就是说我Fragment丢给Activity Activity在这里面去控制它这个代码 因为你的这个下面的下面这个装ListView的Fragment 是收Activity管辖的 那所以我可以把代码写在这儿 那这两种思路其实都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第一种呢,非常不好 为什么不好? 第一种不好的原因在于 你现在就是说在这个Fragment里面就和这个Activity绑定的太死了 当我这个Fragment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你这个代码,这种业务代码都要带得走 那肯定就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官方网站上面推荐的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它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Fragment和Activity通信 或者一个Fragment和另外一个Fragment通信 那么都依靠他们所附着的Activity来完成通信代码 而不是在Fragment中直接获得这个引用来完成业务代码 所以为什么我就不会把这个添加数据的操作写在这儿 写到这儿最好的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偶核心太紧 那么你这个Fragment就不够通用 当你这个Fragment想展到另外一个Activity的时候 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和这个Activity绑得太死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不会去在这儿去写的 不会在这儿去写这个业务代码的 所以这种方法就废除 那OK 那到底你说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写呢? 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说创建一个Event Callback to Activity 好 我们就照着它来写 首先在你现在这个功能就是把那个获得的值给其他 给Activity或者给其他Fragment 首先呢 你去写一个接口 定一个接口 接口里面呢 去定一个方法 我们就照着它来 在Fragment里面 好 我们在哪儿写呢? 我们在这儿写 我们写Public Interface Interface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然后取个名字 OK 那么我这个叫 On New Item And Listener 对吧 我先去定一个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呢 我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 New Item And 然后这个方法 你其实最后你就是给那个content的内容嘛 那就带一个这个参数 是吧 你看一下 就这个 就是第一步 第二步 在这个Unattached 这个方法里面去这么做 然后呢 你首先去声明一个这个接口的引用变量 OK 那么我照着你来写 我照着你来写 PrivateUn 这个是声明一个接口引用变量 好 这个是声明一个 好 定义 定义 你要向Activity 传递的 方法 写到这儿 好了 然后很关键的一步 这个接口里面的方法谁来完成呢 这个方法 谁来具体完成 这个最后具体完成的就是 Active 所以你要让你绑定的 这个Activity 必须去完成那个方法 所以他的写法 让人们在Unattached这个方法里面去写这个 去创建 去Activity 去New 这个 因为你看Unattached里面这个Activity 它是和我们的Fragment相关的 你这样写 你声明的引用变量怎样等于Activity 就是要求这个Activity 来实现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这么去写 那在哪呢 把这个方法先找出来 好 这个 Super 保留 然后这大段代码 你把这个给我Copy一下 好 只是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接口呢 是需要你所绑定的这个Activity 来实现 所以这个代码 要求该Fragment 所附着的Activity 必须完成这个方法实现 好了 然后我这边怎么办呢 我这边 你不就传值吗 传值 OK 那就是 就是调一下这个方法 NewItem 这个地方要 声明称 小写 这个地方要写小写 好 这个 好 你看 点 这个方法 Content 好 也就是说当时我Edit 获得了以后呢 我就会去调这个方法 这个接口里面 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就相当于传一个子给他 那真正这个方法就被传到哪呢 传到 这个 实现这个接口的方法 这个Activity 这个类里面去 那OK 你在这边 怎么办呢 这边 你就必须Applements Applements 什么呢 Applements 这个 这个接口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写一下 其实这个都是这上面讲的 大家看 都是这上面讲 然后呢 我们再回来 好 Applements 这个接口 那么就必须实现里面的方法 好 你要添加 添加未实现的方法 OK 这个是Activity里面的东西 先把这些不要的东西先删掉 好了 相当于 或者他获得那个值 最后就会掉到这个方法里面来 那掉这个方法 是不是相当于传到Activity里面 那OK 本来我那个打印的话 我就把它搬到这来 好 搬到这来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功能在这完成 对吧 Short Date Short OK 那 这个Fragment如果是附作到其他Activity 那么也要求 他反正附作到哪个Activity上 都要求去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这个 好 所以这个地方是强行的要求 Fragment所附作Activity 必须完成这个方法实现 完成这个接口里面的 去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说白了 就是实现这个接口里面定义的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我 只是用接口变量点这个方法 穿直 最后就来到会来到这 所以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我们改进了以后的这个代码 OK 就在这 那我们再试一下 好 从这个结果来看 这个好像两个都没有什么区别跟第一次写那个 但是其实是有区别的 第一次你的那个相当于你那个实现 我们现在打一句话也叫实现 对吧 我们打一句话也叫实现 第一次这个实现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Fragment里面完成的 但是第二次这个实现 其实是在这个Activity里面完成的 我这个地方只是掉了一下方法 传递了一个值而已 那么当我的这个Fragment绑定到其他的Activity上 这里面的代码一句都不用改 不用改 而你如果把完成业务的东西写到这 还包括这种 后面要去操作里面的什么ListView 那OK 当你换一个Activity 那么你这里面的代码都要改 那就是你的偶核心太紧 现在我的就是个松偶核 因为我没有做什么 我只是说谁 我附着谁 谁就必须来完成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本次 我只是把Editor的值取到了以后 我塞给你 至于你拿到这个值干什么 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你的现在的事情是打印 那么后面我们要把这个打印的东西 放到这个ListView里面去 我们是要塞进去 那是你要做事情 而不管我Fragment的事 我前面这个Editor这个Fragment 我只做我要做的事情 至于这个值你怎么处理 那是你的事 所以我就塞给Activity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前面写的这个原则 Fragment和Activity通信 或者Fragment和另外一个Fragment通信 必须通过他们所附着Activity来中转 在Activity里面去完成你的这个实际的代码 而这一Fragment只起到一个传值的作用 他这样做他不会偶合的太紧 而你的代码就有一定的通用性 这个就是这一课讲的 那么下节课我们来把这个值已经到了Activity里面 我们怎么把这个值塞到下面的ListView里面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